来看到是民进党立委萧美琪和赖昆成 上午出示了花莲县新城乡 正安宫庙会的录音带 指国民党立委王庭生涉及会选 而中游成了买票的工具 尤其中游补助地方民宿节庆 每案定在三万块之内 但是王庭生却有能耐 帮正安宫申请到二十万 让正安宫主委当众祝福王庭生 高票当选明显有对价关系 而对此王庭生透过了助理反映说 检调早就调查过了 而中游也澄清 说花莲新城乡是重点补助区域 而且公益补助都需要经过审查委员来核准 所以认为自己并没有不妥 斗大海报标题写着国民党买票 因为中游牧林要点规定 民俗节庆补助三万块内 但国民党立委王庭生 却有本事替花莲新城乡正安宫要到二十万 民进党出示录音带质疑设计会选 宣称因为取得了国民党蔡主委的大红包 以及这中游的二十万 所以请大家支持国民党 那所以这个是有直接的对价关系 王庭生的对手赖昆成 巨状向花莲地检署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执疑中游违反补助原则 就是为了王庭生 各单位组成 经过祥和的审查以后 认为他确实是在照顾弱势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说而且还有是我们重点补助区域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现在的那个元宵 全国那么多的点桃票票会 你们可以都补出二十万吗 每一个地方都有有贯车通过 王庭生不随之起舞 反驳先前检调 已经展开调查 新克立委2月1号完成报道 但后续选举纠纷可明 跟着落幕 一定是到千千远犯 他不到